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起来好像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协定 就跟您在今年2月的时候 2018年2月22日分析的一样 北京拿到的条件比河内河之前的波澜更差 范蒂冈几乎是拥有可以无限使用的否决权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后面的分析是说 这个其实是教廷与北京建交的铺垫 可能在今年底甚至明年初 教廷就会跟北京产生正式的外交关系 教廷曾经跟很多次主权的团体 包括现在的巴勒斯坦国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台湾是否可以借着教廷土式的比较灵活的外交系统 考虑双重承认的策略 刘仲敬我觉得这样分析完全不对 从我看到的协议内容来看 我推测建交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 范蒂冈在台北的正式外交机构 实际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我其实对北京和范蒂冈的关系几乎一无所知 但我熟悉范蒂冈在历史上的外交手段 和他跟各种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敌对国家 或者敌对政权进行交涉的各种方式 就现在这种交涉达成的协议来说 实际上是层次最低的一种修战协定 他的意思翻译成人话 其实就是 我现在考虑的是 我们天主教的教友们 只要有机会在正常情况下集会作业的话 他们都是愿意这么做的 非要在地下做的话 这样太不好了 所以我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机会 这不是一个协定 而是教廷作为天主教的领袖 对他下属的 服从他的属灵权威的团体的一个技术性安排 如果按照军事上的术语来讲的话 他不能算是停战协定 更不能算是外交条约 只是在某一个角落交锋的两支部队 就交换卫生人员或者交换用水之类的 达成的一个临时性的协议 相当于是军团对军团的协议 因此他的措辞是很巧妙的 基本上没有把教廷本身放进来 他考虑的是什么呢 地方政府民政局和当地天主教团体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协议是在地方团体和地方团体之间进行的 这样的协议 无论按照外交惯例 还是按照教会的组织来讲的话 对教廷不产生约束力 而且他的时间 期限和地点都是不确定的 有些地方实际上是下放了临时协定的自主权 也就是说 有些地方可以搞这种临时协定 有些地方可以不搞 搞到什么时候 维持多久 什么时候取消 用军事术语来讲 都由前线的集团军司令官自己说了算 如果我们前线的敌军司令官是一个有信用的人 那么我跟他交换一下饮水 酒精之类的实用物品 但是上级仍然继续打仗是没关系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的话 你也可以不这么做 如果某些地方的用水或者商业特别困难的话 你可以灵活处理 如果你没有这个需要的话 也可以不这么做 这样的措辞是没有办法解释为 协议正在进行当中 恰好相反 它说明达成整体性协议的可能性 目前几乎是不存在的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照顾商员或者其他什么特殊群体的利益 不能因为我们上级的大员 让他们遭受具体的牺牲 如果说是像朝鲜停战谈判那样 和平协议 至少是停战协议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那让他们多牺牲一会儿也没有关系 正是在预期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 达不成真正的协定 所以在这些身处前线的人身上 让他们不要错过 他们可以得到的好处 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是大军的统帅 那么你既要考虑全局的利益 又要考虑不要让任何一个小单位吃亏 禀导最重要的功能还不是克敌之胜 而是要让他自己属下的各个小单位之间 能够摆平 不能说是我特别亏待某一些人 让他们承受过分的牺牲 而让别的人 比如说站在大后方的人 把便宜占卷 所以这样的协定 在太大的军团 控制多条战线的军团上 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 如果你手中只有一个小团体 例如 你自己的小团体 只在中国境内才存在的话 这样的考虑就没有必要 因为你手下的那拨人 就是你的全部了 小团体容易有极端立场 而大团体就不容易 因为他协调各方的平衡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从外交惯例上来讲 这样的协议出现 恰好是叫停 在座不准备达成高级别 正式协定的准备了 同时 这样的协定也很难执行 因为他的措辞是如此之模糊 他授予执行者的权限 又是如此之大 可以想象 所有的作用者都采取了 预期对方会不执行协定的准备 中国方面要签署这样的协定 毫无疑问是因为他已经预计他准备不执行这样的协定了 他之所以会签订如此不利的协定 就是因为他准备好你执行协定 而他不执行协定 因此 无论字面上的条件 对他多么不利 他都能够捞到他能够得到的那些好处 而他准备付出的那些东西 他一点都不付出 所以这样的做法在几个月以后就会爆发新的冲突 尤其是在现在的政治形势之下 例如执行维稳的各部门 能够特别放地下天主教会一马 而同时对伊斯兰教 基督教新教的其他教会 感激杀绝吗 这个在技术上本身就是无法操作的 所以达成协议的外交部门 可以想象 他像龙永图和朱镕基一样 他事先就知道 相应的体制内的维稳部门 不会执行他达成的协定 而且这个不执行肯定是中央已经同意了 但是没关系 他先骗一个协定再说 但是另一方面 教廷这方面其实也是有准备的 他不准备达成真正的协议 他只是释放一点善意 如果可能的话 把像是人质和俘虏一样 浸在对方手里面的自己人松一口气 如果错过这样的机会 那就是对俘虏营里面的人太不公平了 如果对方背信弃义 什么也没得到的话 错误至少不在教廷这一方面 不是教廷辜负了你 教廷已经尽可能的为你争取足够好的条件了 谁让你们自己处在被俘的地位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人质交换协定 就像是在警察和绑匪打仗的时候 达成的送一个警察进去 换一个 比如说是妇女儿童出来的那种人质交换协定 送七个或者八个红色主教进来 放几个地下主教和他们的属民出来 这是这次交易的实质 然后看看双方能不能够真正执行 因为下一步都捏在自己手里面 红色的主教 因为他的身份是非常明显的 进了教廷的系统以后 在教廷本身的包围之下 你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既然罗马是教会公认的领袖 而你又被罗马承认了 那么你以后服从不服从他的命令呢 如果教廷让你去接受什么培训 或者执行什么教育的话 你执行不执行呢 如果执行的话 那么背后控制你的白屈党能不能容忍 白屈党在党内的地位 会不会因此受到损失 双重间谍从来是最难做的 这是非常难办的事情 另一方面 地下教会在这方面的处境 就要单纯得多 那就要看当地的维稳部门 肯不肯放他们出来 如果放他们出来 他们实际上就占了便宜 如果不放他们出来的话 那他们随时可以宣布协定作废的 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 他的目的其实是双重的 那要看哪一重占上风 第一 他要铲掉 或者至少是控制住在境内的敌对组织 而境内的敌对组织 是分为两种的 中心在自己境内的 是可以全部人质化的 像罗马教廷那样 中心在海外的 你很难对他人质化 因为你砍掉他的一个肢体 或者分支不影响他的大局 他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讲 是很容易牺牲一部分的 而中心全在境内的教会 或者其他组织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把它们全部当人质来运用 这一点跟你自己在宗教和政治上 是什么性质没有关系 完全看你组织的性质 是纯博弈论性质的 纯马基 雅维利主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会 对他的威胁反而特别大 这跟口头上达成的协议和措辞没有关系 口头上的协议软一点 或者硬一点 是象征性的 组织能不能控制 这个在暗中的东西才是实质性的 共产党最善于搞这一套 因为在他的体制当中 或者特别是在他统战的体制当中 职位高低跟权力大小完全是不平衡的 出头露面 职位最高的边区主席这些人 恰好是最没有权力的 底下那个当党委书记的打字员或者列兵 反而是一切大权在握的 他就是依靠这种手段来控制局势的 所以他对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次要的目的就是打掉台湾的一个外交机构 这个目的其实跟控制中国境内的危险组织的目的相比 是非常次要的 人在做事情的时候通常有几个次要目的 良好的外交手段就是 牺牲我的一个或几个次要目的 以成全我的主要目的 如果反过来 为了达到次要目的而把主要目的给牺牲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失败的外交 现在这种事情居然出现了 那就说明共产党事先就打算不履行承诺 只有在你假定他事先就准备撕毁承诺的情况下 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并未实现的次要目的 而已经牺牲了他的主要目的 所以他并没有真正打算牺牲他的主要目的 他一开始就准备不履行协定 共产党如果真的打算履行协定的话 你完全可以预期 教廷至少要像是法国戴高乐时期所做的那样 在跟北京建交之前 至少要先跟台北断交才行 如果教廷居然没有跟台北断交 而共产党先做出这样的承诺的话 那么这样的承诺显然是不可信的 就是说共产党已经预先准备好了 不准备履行承诺 另一方面从这样的表现就可以看出 教廷跟台北断交的可能性实质上是不存在的 教廷有很多种手段 有很多种历史先例 对重叠的敌对政权进行双重承认 这种做法在中东的伊斯兰教帝国当中 用得非常常见 第一中东的正统的天主教教会 不属于天主教教会 但是属于使徒时期老教会传统的东方教会 以及两者都不熟悉的其他教会 都在不同的穆斯林帝国的统治之下 而这些不同的穆斯林帝国 由于继承权或者征服的关系 经常形成重叠的领土要求 而在这种情况下 教廷需要处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就是说 他需要打交道的穆斯林军阀或苏丹 是多重的 同时 他自己直属的部下和跟他并非直属 但是历史上有法理关系的 或者历史上敌对的各种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关系 是错综复杂的 他所签订的协议 比如说像跟耶路撒冷圣物大教堂之类的签署协定 经常是要涉及多重承认的关系 因此他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外交承认 能够像比斯曼一样同时打几个球 在每一个单向交涉当中 都不涉及其他交涉的问题 就像是一个男人同时有几个情妇 但是他要用很巧妙的手段 星期一去张三家 星期四去李四家 同时让张三和李四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存在 或者至少是假装不知道 他们彼此之间达成的不同协议 这种做法叫停玩弄了至少是一千多年 所以对他来说 你所谓的双重承认 其实在耶路撒冷 叙利亚或者黎巴嫩根本不成问题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问题就在于共产党能不能接受 我估计他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共产党如果接受了 或者真的打算接受并履行这样的条件的话 他们现在达成的协议也就不是这个样子 主持人目前在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 对共产党来说 核心在外面的比较危险 核心在中国境内的 对中国来说反而不成问题 台商这样的群体对中国来说到底是危险还是不危险 他们到底是台湾对中国的一个反向统战的通道 还是说其实他们已经变成中国的人质了 有重镜两者都是 这个就像双重间谍一样 你想只占便宜不吃亏是办不到的 而且双方都是各取所需的 至于说是具体在哪一方面最后谁能占到上风 是取决于双方在开始的时候都不能预料到的局势发展的 所以这是一场非常紧张的游戏 你必须随时观察形势的变化 随时改变策略 原来被认为是占便宜的 形势一改变就会变成吃亏了 共产党的经验其实并不多 也就是说他的信息资料库并不像天主教会那么多 他的信息资料库中成功的其实只有一次 就是统战各路军阀和国统区的左派组织和其他什么组织 一起反对蒋介石的那一次 以后他执行的统战其实都是失败的 尽管他在宣传上说得很厉害 但是实际上这个宣传恐怕在华语圈以外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 华语圈就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团体 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显得很厉害 就像是在香巴堡面前耍威风一样 其实共产党也只成功了这一次 以后在60年代对付苏联或者其他势力的时候 也采取的是同样的策略 结果都是一败涂地的 他对国民党有信心 因为国民党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 自信心这件事情在操作当中是能够起一定作用的 但是出现他陌生的对手的时候 他是经常出现歇斯底里的迹象的 台商这个群体的存在就引起了很多附带的后果 别的不说 在宣传口上就引起了很多问题 例如不断地修改教科书 关于抗日战争和各种重新评价 关于自发的和匪谍假装的各种历史真相党人 因此培养出了一些很难控制的青年一代 对于他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 肯定有很多人主张 这个代价是不必付的 一刀砍死 省得我们自己的管理人员和教育人员费太大的麻烦 才是最正确的 但是他最终没有这么做 从他自己的角度上 这是一个哑巴亏 因为他不能承认这一点 他必须假装出 我的统战是无所不能的 只有别人会吃亏 而我不会吃亏 但是实际上 如果是爱硬指标 单纯算人头来讲 他必然是吃亏最大的一方 别的不说 他在国内最近这几十年 培养出来的各种历史真相党人 国粉之类的群体 人数已经超过台湾人口的好几倍了 这些人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假如我站在我的立场上 我要把他派一个用场的话 这些又白痴又散漫的人 管理起来极其困难 我宁可不要他 踢到外面去 我还减轻一点负担 我要用的人 必然是我能管理得住的人 把这些人踢到共产党的手下去 对于共产党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而他们实际上 是在共产党的手中的 对于共产党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类似于满清的格局 满清之所以打明朝的时候 如此之得力 是因为明朝手下的那些编户齐民 不归他管 他横扫过一通以后 留下的难民 这些人是由明朝负责收场的 他只负责八旗那一拨人 所以他现在很强大 结果他征服了明朝以后 一下子版图大了好几倍 他反倒变得弱了 因为原来明朝背下来的这些包袱 现在全都由他管了 共产党人也是这样 所以共产党现在的很多特点 不像是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 而非常像是1945年的国民党 就是因为国民党过去 必须背的这些负担 全都落到他手里面了 而他为了统战台湾 而做出的这些事情 在内部付出的牺牲 其实是非常大的 由于有牺牲 而又不能承认 所以这个牺牲就反而更大 所以所谓的副组织 就是这么一回事 中国是这样一个地方 你要想破坏别人的建构 那是极其容易的 想要在混乱和相互破坏的局面中 形成自己的建构 那是非常困难的 而共产党所采取的统战做法 对于破坏他自己的建构 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一方面是不用别人来给他搞破坏的 他自己对自己的破坏 已经很大了 假如 我觉得这种事情 很可能在未来的不久就会发生 他觉得这些统战折腾了几十年 实际上是越统战越糟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民进党刚刚成立的时候 他是发了贺电的 就像是西藏 从国民党手里面宣布独立的时候 他也发了贺电一样 只要能够打击国民党的事情 他都做 那时候 国民党还算是一个主要的敌人 然后现在弄成这样 他必须首先 扶持国民党去打民进党 然后看到国民党扶不起了 又扶持半蓝半绿的柯文哲这样的人 代替国民党 去打击更绿的党派 这是一个节节败退的格局 尽管他在宣传场面上 为了骗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小朋友 一定要说 他的统战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对于我这种连老油条都算不上 只是因为年龄多了十几岁 看过过去十几年 他在公开新闻报道和场合里面实行的统战路线 是怎样节节败退的 心里面就已经有数了 这种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 他一旦确定 台湾最终是无法到手的 白败在国内破坏了共产党的合法性 他就会直接了当地 把这些台商清理掉或者消灭掉 宁可不要这些利益 只求不付出这种损失 我们要注意 台商的存在 跟抗战时期边区根据地的开明绅士 和历史真相党人的存在 这些都是一种对外的统战功能 像斯大林在统战美国 跟希特勒打仗的时期 搞的那些开明措施是一样的 一旦苏美交恶 这些人马上就变成下一波运动的打击对象 现在是对台湾还没有完全绝望 一旦绝望了 无论是要真正打仗 还是索性要闭关 这批人都要被消灭掉 以免他们在内部引起更大的破坏 因为这种破坏 像是放射性的链式反应一样 是多层次的 而不是直接的 它被放射性放射到了第一波 首先自己也变成放射性物质 然后在它接触的过程中 又放射出第二波射线 把第三批物质又变成放射性物质 这是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 你不能仅仅从它的接触原来判断 接触到的被影响的那一部分 只是一小部分 间接一层一层放射出来的东西 它的影响和破坏是不可控的 这个不可控因素 要想掐掉的话 只能从源头掐掉 否则其他的办法都是没有用的 主持人 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 目前在北京 上海和一些比较大的城市 包括所有的社保 医疗保险等加起来 你的实际税率已经高达40%至60% 这个税率已经远远超出 任何正常的经营活动 能够负担的成本 包括在台湾和美国 都不可能找到这么高的税率 可见这些人并不是真正赚到了钱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留在哪里 包括美商 日商 台商 刘仲敬 我不大清楚美商 日商 台商的经营状态 但是我清楚 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和企业家 留在那里的动机 他们是为了逃避秩序黑洞 北京和上海的秩序 因为有外国人的存在 就要更好一些 如果他们回到小县城或乡下去的话 那他们很容易变成 跟黑社会没有任何区别的公安局 派出所之类的人的鱼肉 你不能说你没有赚到钱就是吃亏的 没有赚到钱之下 还存在着很多种层次 比如说 我是一个女大学生 我在上海挣到的钱 只够我住一个阁楼 连吃饭都不够 而且我也嫁不出去 但是我还是不肯回去 因为我 如果回去了以后 很可能就被当地黑社会绑去 做了妓女什么的 或者是不得不嫁给农民 天天被丈夫吊起来打之类的 这涉及一个人权黑洞的问题 人权黑洞是没有底层的 你总可以想出更狠的做法来 例如吃人肉之类的东西 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都是有层次的 所谓的装逼中产阶级 其实对这些事情 是模模糊糊有一点了解的 所以他们宁可戴在北京和上海 当掉裤子 但是他们还是实质上享受了 所谓的京师关键这个巨大的优越性 古代 例如在宋朝的时候 汴京城为什么有那么多穷光弹流民 靠抬教子挣几文小钱过日子呢 因为汴京的官多 蔡太师 苏学士什么人都在皇帝跟前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拦教喊冤 我被蔡太师欺负了以后 指不定就碰到苏学士的教子了 他们都是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人 所谓京师官多 官多则不饶 官多则官微不大 一个局长在北京成屁也不是 但是一个派出所所长 在乡下是可以随便杀你全家的 穷人在京师 想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就是他安全 京师是守善之躯 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中央集权的结果就是 他破坏了地方上的秩序 来维持中央的秩序 结果就是 把几个一线城市 变成了唯一几个穷人 仅仅受穷 但还能活得下去的地方 而在更黑的黑洞里面 穷人绝不仅仅是受穷的问题 比如说 你要是那个住在阁楼里面 在富士康打工的人的话 那么你回到小县城里面去 你星期天上街的时候 就会被一批流氓抓住 把肾挖出来 卖到当地的医院里面去 当地医院的医生 会面不改色地 把你的肾移植给其他人 这样的事情在上海 在打工的过程中 就可以不忍受这样的事情了 企业家当然也是这样 例如 我在重庆 我的儿子会被薄熙来 抓起来吊打 然后我的全部资产 都是他的了 在上海就不会 我至少还能够活得下去 为了避免肉体上受苦 我也要待在上海 所以这是一个水位 水位是不断变化的 张献中地区是一直存在的 而张献中地区 时刻都离你的脚后跟不远 所以你为了逃避张献中 即使是亏本的生意 你也要做 哪怕在账面上 你的钱权是亏本的 但是你是在北京和上海 不断做生意的这个事实 就能保障你的安全 而且你可能是不能关店的 过去可能还要稍微好一点 再过一段时间 你可能就不能关店了 这是1947年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时候老板要关店的话 是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 你不关店 就是说你的亏损 由你自己承担 同时你还要给工人发工资 那么你还是一个统战对象 如果你关店了 你就立刻变成阶级敌人 要捆起来游街示众了 老账心账一起算 我预见到 将来中国的企业家 大多数都会落到这种下场 但是他们即使明知道这个下场 他们仍然是不敢关店的 除非他们有办法逃走 或者自己去成立一个黑社会 否则他们别无选择 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场面 他们只能熬下去 希望将来形势会发生转机 即使没有转机的话 现在这样负债经营也比被薄熙来抓取 严刑拷打要好 只能够饮鸩止渴饮下去 另一方面 拷打他们的王立军那些人 公安局的那一拨人 其实也是处在饮鸩止渴的状态下 他们自己又不能挣钱 如果不能这样弄出各种半黑半白的钱来 他们怎样打发他们手下的小弟呢 如果他们指挥不了他们手下的张献忠 那些黑帮到处乱闹一下 他们自己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呢 所以大家都已经进入了 饮鸩止渴状态的情况下 就像是崇祯皇帝加三想一样 无论如何 我要努力时 我死得比别人要晚一点 但是别人死了以后 我也一定要死 这个局面是无解的 唯一可能的解法就是 希望找一个大买家 把我的历史债务之类的东西买单 卖给他 让他当这个冤大头 其实中国入市 加入官贸总协定 加入世贸协定 就是这样的 企图把世界资本主义 当做一个冤大头 让他来买单 一旦这个冤大头被切断 过去积累下来的债务爆发出来的话 那么所有人都会不得好死的 最后幸存下来的 就是张献忠特色 和张作霖特色最强的一批 能够毫无忌惮 而且很善于察言观色 每一次都能在别人先下手围墙之前 先下手杀掉别人的那种人 这种人毕竟是极狠的角色 所以最好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因为他多半会先下手杀掉你的 或者你如果非要待在那里不可的话 你别无选择 你必须把自己变成像他那样的人 也就是说你要杀掉你原来的自己 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除此之外 剩下的事情都是废话了 装逼性质的言论 无论给装逼的人本身能带来什么好处 从长远看来 都是毁坏了他自己为数不多的自救机会而已 对于在中国以外的人 这个办法其实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狠衣狠心 就像是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艇一样 坚决地把救生艇划走 不接受那些掉在海里面哭喊的人就足够了 对于在船上的人来说的话 船上的人并不是都是死的 但是活下来的人必定是心狠手辣的 那时候你该做什么呢 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能说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不能说 但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传说中的美杜莎之法 美杜莎之法是一幅油画 它画的是一场著名的惨货 这次惨货的幸存者 在海上漂流的时候相互吃人肉 最后吃掉别的人 而留下来的那几个人最终获救了 未来必然就是这样 至于最后幸存下来的那几个人 是幸存下来更好还是早一点死掉更好 这就是一个神学问题 不是实际的问题了 实际上的马基亚唯利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 中国是分层次的 上海 北京 深圳是一个层次 二线城市是一个层次 美国 日本 台湾又是一个层次 我记得您在一个讲座曾经说 中国之所以还能够维持下来 其实靠的是 每一个社群和小区域的最精英的一群人 都被移到更上面的层次去 可是现在看起来 美国 日本 欧洲 台湾 东南亚的门 都慢慢在关起来 现在在中国境内的这些 还想要往更高 更安全的地方走的人 他们还有什么选择 除了您刚才说的 赶快把自己变成张作霖 或者张献忠以外 刘仲敬没有任何选择 那就看你自己的素质问题了 在一个政治机器扩张的过程中 比如说像是秦国扩张的过程中 下层的那些干部 也可以在扩张中 通过征服东方六国 混到一些好处 所谓汉朝政论家说的 人意不失而攻守之事一也 就是说秦虽然实行暴政 为什么以前他不倒 统一以后就倒了呢 因为以前他能够分立 能够把受害者 东方各国的利益 分给他的下层干部 等到东方各国都倒台 分立的机会就没有了 然后机器还要继续运转 他就由吃东方各国 变成吃自己的下层百姓 然后吃自己的下层官吏 下层官吏的政治经验 比普通百姓要更多一些 他们知道这样下去 马上就要吃到我自己头上了 所以他们就纷纷造反了 这就是秦马姐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游戏马上就要出现了 如果你不能够迅速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果断地使用武力的话 你肯定就是被吃掉的那些人 当然大部分人都是会被吃掉的 每到这样的情况下 原先即使反应不过来的 大多数都是要被吃掉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出现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现象 在短短几年时间 场面上的演员全都被换掉了 例如西海民间 张作霖只是一个小军官而已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能够当什么大人物 赵尔丰这些人才是大人物 在民间 当然是举人或者状元之类的 才是大人物 结果几年之内 这些受社会仰望的人 全部被淘汰掉了 原先名不见经传的一群 终极军官占据了历史舞台 而且西海革命 显然是历史上发生的最温和的改朝换代 任何其他场面 都比西海革命要残酷得多 上台的多半就是像刘邦和朱元璋这种 跟黑社会头目 没有什么区别的人 如果换在现在的话 他们是谁呢 他们就是最近中国那个著名的新闻当中 天安社的什么大哥 他跟别的人发生混战 产生了谁是正当防卫 谁不是正当防卫之类的废话 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就是边外的警察 平时跟公安局搞什么黑拆迁 黑眉窑之类的 见不得光的活 等到公安局没有钱来养他们的时候 他们必然会吃人 相互残杀 干诸如此类的事情 而且 他们比公安局或者正规军 受的束缚更小 很有可能像李自成和张献忠 比孙传廷的部下 吴三桂 左梁玉 更容易做军阀一样 窜得更快 比较正规的官员可能还不行 因为他在体制内的利益牵挂太多 不大能够豁得出去 现在在这样的紧要关头 关键的甚至还不是你有多少资源 而是你肆无忌惮 豁得出去的胆略 能够做这种事情的人 一般都不是好鸟 主持人 我记得您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2018年五月十七日 接受过路德的访谈 那时候 谈到第一次的川级会 我记得您那时候就说过 如果让您来发明韩国民族的话 不会搞把整个半岛发明成同一个民族 这种事情 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不怎么样的发明 我们现在也看到 每隔十几年 南韩就会选出一个亲北者总统 出卖韩国自己中下阶层的利益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那么对韩国人来说 最好的状况是什么 最糟的状况又是什么 刘仲敬实际上 韩国基本上没有外交上的选择余地 就是说他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毫无执行的可能性 像文在寅最近达成的这个协议 很明显是为了准备在他下台以后 他要证明他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不像以前几位总统一样 一下台就遭到清算 但他达成的是一个显然不能执行的协定 他一方面又要让美国军队留下 一方面又要南北如何如何 这两者是不可能同时执行的 同时他达成的这些纸面上的协定 跟韩美之间的条约是相矛盾的 作为总统这么做 那实质上就说明 他控制不了韩国的deep state 所以他像一个政党领袖 而不是像国家领袖那样行事 当然北方更没有诚意执行这样的协定 这样的协定达成不达成没有什么意义 唯一的意义就是 在韩国将来例行的左右派斗争之中 为双方寻找新的论据 去讨论这样的协定的内容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金的做法很清楚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弃合 弃合以后他很容易落到波尔布特那种下场 不可能控制住他手下的猪将 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下 他玩弄各大国的基本手腕是这样的 他跟川普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 因为川普想把朝鲜算成中国的一部分 而金正恩也想把朝鲜算成中国的一部分 他只要绑架了中国 那么他的经济上和物质上的各种来源就没有问题 而且他也用不着真正弃合 而对于川普来说的话 他打击中国比打击朝鲜要容易得多 一切算在中国的账上对他是很容易的 对于朝鲜来说 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中美交好 而把朝鲜抛出去做牺牲品 所以现在的形势对他极其有利 他不用做什么 只需要做一些表演动作就行了 朝鲜只要实现了有效的捆绑 他要亡也是在中国之后亡 对于他来说 这就等于说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以后 绑上的英美一样 等于是从此以后 至少在战争期间 他可以高枕无忧了 你要注意 我们不讨论意识形态 国家性质之类的其他问题 只看纯马基亚为例的博弈论 把每一个作用主体看成一模一样的话 那你会发现 朝鲜跟台湾的命运 其实是镜像对应的 台湾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是中美之间交好 导致台湾被抛弃 而朝鲜最害怕的 也是中美之间交好 导致朝鲜被抛弃 当年朝鲜战争不爆发的话 美国是可能抛弃台湾的 朝鲜战争一旦爆发 中国捆绑住了朝鲜 那么台湾的位置立刻就变得安全了 所以实际上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金正恩是台湾的隐姓盟友 只要金正恩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台湾的日子就越来越好过 至于韩国呢 韩国在这场游戏当中 是一个没有选择自由的主体 他无论如何都只能做这样的角色 他坐在一辆马车上 坐在乘客的位置上 司机不是他 而他不断地说我要去什么地方 要去什么地方 每一次说的话都不一样 但是对于司机的路线来说 却是毫无影响的 他任何一次说的话都是旅行不了的 因为车不是由他开的 而且他不敢下车 所以他只能跟着走 主持人 您之前提到韩国的民族建构 您说在他的上层 军队和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核心是 日本带过去给他的 又有一个由李承晚建造的韩国民族的意识形态 在他的底层 这两层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但是他们已经有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社会制度 有没有机会经由时间的拉长 50年或100年以后 他们这样一个民族群体真的能够有效运作起来 由重镜足够的时间是可以的 但是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说是不利的 因为韩国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反日的基础上的 是日本统治时期李承晚的那批流亡者 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 跟他现在的国际形势 主要是面临着北方的压力是不和谐的 这样的意识形态跟他的国家利益不和 所以很容易在将来造成更大的分裂 真正的分裂当然也是在 比如说等到中国和北韩都倒台以后 他不得不对现他统一半岛的诺言 这时候他才会面临着真正的考验 如果他真的去统一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负担不仅会导致他无法在社会上同化北韩 而且会导致他原先的社会基础 由来已久的岭南人和湖南人之间的分歧明朗化 所以朝鲜真的重新再分成三个国 倒有可能是在这以后的事情 当然他最好是不做这样的统一 但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小 他确实可以迫使那些负实际责任支付实际成本的人 被迫做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 所以这种事情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的 直接了当地说 韩国如果不统一假定南北对抗的情况 无限期维持下去的话 那么韩国内部的分歧倒是可能会慢慢融化掉 但是这种可能倒真的不是很大 因为假如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内 中国和北韩都一起崩溃了 而他根据现在的意识形态不得不去统一的话 那么他倒会真有可能 不仅北方会分裂 而南方也会跟着分裂开来 主持人我们上一次访谈的时候提到 台湾未来的位置在印太战略里面 是东南亚的一部分 其实至少在十年前 台湾一直都把韩国当作自己 在产业上面的假想敌 包括比台积电和三星谁的晶元卖得多之类的 未来台湾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建构 是不是应该走在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上面 一个是东北亚的 一个是东南亚的 刘仲敬台湾的位置其实比韩国要有利 因为台湾的重要性取决于台湾海峡的重要性 台湾海峡的重要性 实际上比南海通道的重要性更大 南海通道集中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贸易海运量 是美国在所必争的地方 但是南海通道还可以绕一绕 其中有几条不同的通道 而台湾海峡是没法绕的 这条通道是日本通向东南亚的必经之路 就像是荷兰的安全 跟英吉利海峡的安全是不可分的那样 台湾的安全跟台湾海峡的安全是不可分的 而韩国没有这样的意义 它有一半连在大陆上 严格来说的话 即使是真的把这条防线 退到几州岛或者对马海峡影响也不算太大 也就是说 美国真的不参加朝鲜战争 让朝鲜把南方统一了 那么对日本和美国所需要维持的这条国际航道 基本上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台湾海峡两岸都落到中国手里面的话 那么对这条航道就会有致命的影响 这是一个关键因素 同时韩国民族主义的构建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 而台湾民族主义的构建是以中国为假想敌的 因此台湾民族主义的构建跟它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而韩国民族主义的构建跟它的国家利益是相反的 这在将来必定是有利于台湾而不利于韩国的 所以台湾现在的处境虽然表面上看来比韩国更弱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反而会显得比韩国更强 在台湾维持中国门面的这一批人是一个无根阶级 他们像是被从土里面挖掉放进花瓶的水里面的一朵花一样 是靠过去残余的营养来维生 一点一点枯萎也是不可避免的 而韩国就没有这样的优势 台湾只要等这批人自然死亡以后 他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解放 他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而且台湾在东南亚又是有长期的历史关系的 韩国在东北亚的关系 特别是在满洲的关系 却是解放不了的 即使中国在一代人之内解体的话 在未来的长期军阀混战当中 满洲仍然不能像它在历史上一样 满洲是北朝 高丽是南朝 渤海是北朝 新罗是南朝 这种结构仍然发挥不了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道是敞开的 你有一个敞开的向外发展的通道 你就占据优势 而韩国的新大陆却处在封闭状态 或者处在动乱状态 这对韩国当然是不利的 韩国仅有的出路 还是大家都有的那条共有出路 通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出路 但它没有自己特有的新边疆 主持人 昨天川普总统在联合国的安理会 直接控诉中国干涉美国国内的选举 当然这件事情在台湾人看起来 也是有一股处在秩序边缘的悲凉感 啊你现在才知道 中国干涉美国选举啊 看起来川普总统是相当生气 有一股个人仇怨的感觉 您可以稍微预测一下 未来到年底 美国针对中国干涉中期选举 会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动作 刘仲敬这个形式比我预料的要快 我本来以为 等到中期选举结束以后 才会开始排华的 结果川普一点耐心都没有 现在就开始发作了 当然 他估计也是有这样的考虑的 他说的东西没有新鲜东西 都是他在竞选承诺中 说过的他会做的事情 以及他正在开始 做和已经开始做的事情 但是在联合国发表这个演讲 那么他的观众对象就很清楚了 他是对全世界说的 我明确告诉你 我要说是谁 谁是我的敌人 要做美国的朋友 你应该怎么做 大家都听好了 现在是你们的战队时刻 他是对全世界大多数弱小国家说的 而他们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 这是一个图胸匕首线的做法 是一个冷战宣言书了 谁是美国的朋友 谁是美国的敌人 你们自己看好了 我已经把我点了名字的这几个家伙 列为我的敌人了 你们自己看着战队 战队战错了是你们自己负责任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当然就是冷战了 这就是图穷匕首线了 冷战以后 杜鲁门总统到艾瑟豪威尔威尔总统这段时间 就是所谓的麦卡锡时期发生的事情 就会一一发生了 那就是一个总清算 美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时期跑到墨西哥去的 原先在二战时期负责搞苏美友好的差一点当上副总统的话来是这些人 几年之内在大学谋一个教职都谋不上了 苏联太到美国去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驱逐出境或者自己逃走了 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 真正重要的是对付自己人 就是说本来是美国公民 甚至是美国政治家 但是因为亲共亲苏而不能信任的人 其他人 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你们本来就是外围 原来从哪来的回哪去就行了 只有对付这些美国公民 他还要讲人权民主之类的程序 才有一些麻烦 其他人对于他根本就是不必考虑的事情 他可以直接停止 有卡特总统在1979年建交的时候 实行的对华开放和援助政策 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 把他们全部封进黑名单 把中国在美国的机构统统赶出去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同时他也可以根据自古以来就有的普通法的规定 把在美国的华人统统赶出去 要找理由是很容易的 任何理由都有 例如最简单的事情就是 你有没有曾经跟中国在美国的机构 例如什么领事馆或者其他什么代理人机构 发生过跟你公开声明的目的不同的交涉 我敢打赌 十个当中有九个都是有过交涉的 因为华人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爱占小便宜 领事馆之类的只要给他发几十块钱 顶多几百美元 让他们去反对一下达赖喇嘛或者其他什么人 很少有人不干的 仅凭这一条 凡是干过的人统统赶出美国就是不成问题的事情 英美人干这种事情是非常训练有素的 按照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对付在英国的德国人的做法 那时候即使你是在刚果殖民地的德国人 他们的商号和代理人什么的几个月时间内 就可以被拔地而起 全部扔出去了 即使是在汉口英租界里面的德国商人 都没有放过 基本上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 只要是一个既有英国侨民 又有德国侨民的地方 英国侨民就可以把德国侨民全部赶出去 哪怕这个地方并不是英国的领土 而是伊朗国王的领土 或者是袁世凯大总统的中华民国的领土 都没有问题的 从司法技术上来讲 这是普通法的一个特点 不过这些技术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我们经常有一种误解 就是说英美法是司法统治的最高峰 它能够把一切政治问题 变成法律问题来解决 这是民主的典范 诸如此类的 但是这也是要看时间的 在节点和节点之间的地方 政治是从属于法律的 政治问题会转化为法律问题 而在节点附近的那个突变转型期 法律问题是从属于政治问题的 法律解释是根据政治来进行的 严格来说 普通法从它的起源上来讲 就是一种政治化 正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化 它把政治工作做得很彻底 所以在远离节点的中间平衡期 才会给人一种印象 就是说它可以完全不讲政治 之所以完全不讲政治 是因为它在关键时刻 已经讲政治讲的很彻底的缘故 所以如果中间期足够长的话 它很容易给吃瓜群众 留下这样的误解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的 就是一个类似1914年的节点期 所以你马上就要看到 普通法是怎样讲政治的 这个政治会讲得非常彻底 会彻底到 过上十年以后 大家就会忘记它的存在 因此大家又会以为 普通法是不讲政治的法律了 当然对于台湾人来说的话 台湾人很容易觉得 美国人是虚伪的 我们已经闹了这么多年 你们好像没看见一样 现在你们那里才刚刚闹一点 你们就受不了了 但是这其实恰好是边缘地带 或者前线国家的特点 台湾是一个美国秩序外溢的地方 所以它实际上承载着 类似于在华台商的任务 它要负责在苏联强大的时候 去统战一下中国 就好像 如果你是一个低级代理人的话 你要负责到前线 去做某种危险工作 然后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你又必须迅速地像007一样 做戏剧性的转折 而大本营是不需要做这种事情 理论上讲边界是一刀切的 但是实际上讲边界是分层次的 就是说在边界的一方和另一方之间 不是截然两分 而是层次逐渐降低 慢慢地不知不觉 就进入边界的另外一方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临近边界的地方 你必须做出更夸张的动作 也就是说 美国搞麦卡锡主义的时候 苏哈托就必须直接杀人 美国的民间团体 不肯雇佣共产党员让他们失业 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民间团体 就会挨家挨户地搜查共产党员 而台湾的生态位 跟印度尼西亚是比较接近的 尽管可能比印度尼西亚要稍微高一点 也就是说 美国在统战时期 可以让共产党员做大学教授或者外交官 而印度尼西亚在统战时期 就要让共产党员做空军司令和内阁大员 然后在决裂时期 他也要做得更彻底一些 台湾在统战时期 是必须得让匪谍渗透的 但是他在统战结束以后 也必须做得比美国更狠 这个不是由政策决定的 而是由实施发展的自然趋势决定的 主持人 我看到最近在美国非常大的新闻 其实反而不是川普的联合国演讲 而是他们在进行大法官的任命和听证会 搞出了很多MeToo的活动 我记得您在川普上台之前就说 真正能够决定川普地位的 是他能不能使美国的最高法院 重新回到司法保守主义 不要对宪法做太扩张的解释 这样的一个路线上面 您觉得他真的有机会成功吗 现在看起来 好像很多人在攻击他的大法官人选 刘仲敬 他已经成功了九成以上了 所以我基本上不评论这件事情 就是说从攻击者的手段来讲 他们都是只想拖延时间而已 影响不了大局的 从手段和实际的掌握 就可以看出他的目的所在 他所提出的就是一些模模糊糊的污点 要证实是不行的 只能够稍微左右一下局势 按照托马斯大法官以前提名的 经过来讲的话 这个只能够制造一些程序上的麻烦 如果真的想要打倒大法官本人的话 用这样的攻击手段是没有用处的 所以实际上 事情搞到这一步 大法官提名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这些手段 只能在比较中下级的追随者的心目中 起到燃烧和巩固党派情绪的作用 这一点对于高层次 像川普所在的那个层次来讲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甚至他还可以利用这一点 来对他的支持者说 你们看 敌人是多么的坏 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点 不团结能行吗 诸如此类 但是实际上 问题已经是基本上解决了 当然 这涉及到比川普更深层次的因素 例如像CNN这样的媒体 在我小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 是没有人会说 他是左派媒体的 但是在川普所在的时代 大家都说 至少川普说 他是左派媒体了 这里面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西马库斯家族不曾改变 是世风变了 是冷战已经结束 冷战自由主义 包含的一些左派因素 已经out了 现在的美国社会的整体倾向 已经比1990年代 选出克林顿的那个美国 要右得多了 所以 原先并不被认为是左派的媒体 像纽约时报 CNN这些 现在都已经被认为是左派了 在这种情况下 整体社会逐渐右转的情况下 原有的共识政治结构 必然会割裂重组 川普就是历史选出来 执行这个割裂重组的工具 而司法是塑造社会的主要机构 大法官就是执行这个社会转型的主要工具 可以想象 肯尼迪大法官留下来的这两个缺 也就是川普最初提名的这两个大法官 在20年以后不会被认为是保守派 而会被认为跟他们的老师一样 是稳健的中立派 今天被认为是左派的这些人将会被遗忘 那时候的右派会比现在的右派要右得多 这个趋势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当然这里面会涉及一个垂死挣扎的现象 这一点在台湾其实比在美国更加明显 在失去了你实质性的权力的时候 不需要成本的 动嘴皮的东西 你反而特别厉害 就是说台湾现在的亲中宣传 国民党宣传是最厉害的 但是你要看到 这是他失去党产以后的反应 国民党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在他掌握的 照苏联士的说法就是强力部门 警察 情报 治安单位 军队这些强力部门 其次在党产 国有企业这些经济部门 意识形态宣传部门 则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皮质不存 毛将淹覆 强力部门和经济部门是皮 宣传部门则是毛 在强力部门和经济部门失控的情况下 飘在空中的这些毛 好像是耗发无损 而且正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幕后的支持力量 原先约束他们需要做长远打算的那些因素 就不存在了 所以他们必须表现得非常激进 当你表现得激进的时候 有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我所谓的远古邪恶因素 就是说你的团体很小 你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第二就是你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你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凡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失去的人 他是不敢激进也不能激进的 如果原先并不特别激进 要做长远打算的人突然变得激进的话 结合其他方面考虑 那就是说他赖以生存的皮已经不存在了 像是从人体剪下来的头发和指甲一样 在他丧失最后一点营养之前 他不激进白不激进 他必须激进一下 但是这点能量耗完以后 他们就坐鸟受散了 老恋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像毛泽东这样的人 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他看待1957年的知识分子 就是这么看的 因为你们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已经被我拔掉了 你们过去凭什么闹呢 要么就是你们在政治上有势力 这一点在1949年已经不存在了 要么你们在经济上 在家乡里有几亩地 像梁树明说的那样 老子像陶渊明一样不做官了 回家种地去 我已经搞了土改 我看你回哪去种地 或者是你家里面还有一点股票 可以坐直山空 我已经公私合营了 你不做我的官不是不做官的问题 而是饭都没得吃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凭着过去统战时期 占据的什么报刊杂志这些地方 给我跳给我叫 我要打倒你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的老婆孩子都会反对你 因为你马上就要让他们挨饿 结果果然就是这样 现在美国的左翼媒体 和台湾的亲国民党势力 实际上就处在这种状态 他们本身在五年以前 还是比较讲风度的 现在突然不讲风度了 比如你很难想象 在麦凯恩竞选的时候 民主党人会把搞女人摸大腿这种事情 拿出来折腾 搞这种事情其实是穷途末路的体现 如果我是讲体面的人 像希拉里 我不会干这种事情 因为我很可能当上总统的 我要是当上总统 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做法来对付我的 所以我不会干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我根本没有希望成功的话 那么我当然要无所不用其极了 这种现象恰好就是原有的社会基础 要做重大调整的真相 所以这些跳得很高的人 你简直就不要浪费时间去注意他们 你要浪费时间去注意他们就说明什么 你在你自己阵营内部的层级很低 你也是一个拉拉队员 对方的拉拉队员出来的时候 你就让自己的拉拉队员去对付他就行了 你根本必要让你自己的足球队员 或者裁判去对付他 否则你就输了 任何一个阵营都是有不同层次的 关云长只能跟严良文仇打仗 不能随便一个无名小卒出来 你就用关云长号 那你就把自己的关云长全部耗光了 这就是层级的问题 跳得越激进的人 就是越孤立层级越低的人 在哪都是这个样子的 当你的势力做大的时候 你必然会让你自己手下的小地去跳 而你自己做出稳健的姿态 反过来 当你的政治势力开始消失的时候 原来做大将的人 也会变得像小丑一样出来跳的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